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会论坛》表示 如果以色列因不满一核协议 而在未来单方面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或进行网络攻击将是大错特错 并将为中东地区带来严重后果 另外加拿大北市省烈士文市政府针对造前提出的 室内建筑数项复利修订建议召开了市议会规划委员会及工厅会 听取了建筑业界及市民的声音 并在就怪兽无复利提交最新的修订报告进行了表决 委员会最终同意保留16尺高度上限 并维持现有垂直外围结构的限制标准 工厅会吸引近百名市民前来 约20人登记发言 其中包括市内的数名建筑商 他们均表示 认同新建议报告的大部分内容 但不满将市内高度降至12尺 同时认为外围结构的限制不应用于所有的土地 本地建筑商代表李维刚呼吁烈士政府 应保持现行建筑的规范标准 不要再进行任何修改 他表示 若修改生效 新建房屋由于市内高度变低 旧屋无疑会成为抢手房源 将打乱房地产买卖市场 我们坚决地反对对现有的房屋进行了修改 我们并没有建成怪兽屋 也就是超出了政府的容积率IFS2这个标准 关键是房子的拥有者和使用者 它的空间受到了极大的约束 这个是不公正的 根本就是违反这个社会发展 因为大家从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前到现在 这个所有的人都是想要住得更舒服 更明亮一点 所提交的最新修订报告主要包括改变相关福利执法 车库的大小等 凤凰卫视李元坡苏伊恒温哥华报道 第69届联合国大会24号举行特别颁奖仪式 向来自纳米比亚的眼科医生恩杜梅和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颁发首届联合国纳尔逊罗里拉拉曼德拉奖 以表彰他们秉承曼德拉生前的无私奉献精神 以及为弘扬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所做出的共要贡献 第69届联大主席顾泰萨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了颁奖仪式 他说评委会对来自全球300多名入围者进行了认真评审 并最终选出了两位获奖者 来自纳米比亚的眼科医生恩杜梅和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 以表彰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 以及对弘扬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所做出的贡献 恩杜梅出生于纳米比亚 15岁时曾因战乱流亡到赞比亚等国 在从医学院毕业后 恩杜梅加入了国际志愿者组织 至今他已经为超过3万名失明 或者患有白内障的纳米比亚患者 提供了免费眼部手术 另一位获奖者桑帕约 在1996年和2001年曾两度当选葡萄牙总统 任职期间桑帕约在遏制艾滋病 打击毒品 保护人权与儿童福利等领域 做出了积极贡献 现任后 桑帕约曾出任联合国秘书长防治结核病特使 目前 他是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 2009年11月 联合国大会为表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对和平文化与自由的贡献 定每年的7月18号为纳尔逊曼德拉国祭日 去年 联合国通过决议 设立联合国纳尔逊曼德拉奖 今年是联大首次为这一奖项举行颁奖典礼 我们来关系拉美和加拿大今天的重要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市的一家影院 当地时间23日晚19点30分左右 发生一起枪击案 事件已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此处名为大十六剧院的剧场 当时正在放映一部喜剧电影《生活残骸》 目击者称 一名白日男子在电影院播放 大约20分钟后起来开枪 事发时 该放映厅内共有100名观众 据报道 死者中包括枪手本人 以为自杀 目前该地区被完全封锁 就在几天前 曾在2012年震惊 美国的蝙蝠侠手印枪击案嫌犯 詹姆斯·霍尔姆斯刚刚被以谋杀罪起诉 当时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影院的枪击案 造成12人死亡 70人受伤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新报告表示 美国11个州近期爆发沙门市军感染 造成62人患病 而元凶可能是金枪鱼寿司 报告称 这11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 华盛顿州 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等 其中加州感染人数最多有34人 感染了沙门市军的金枪鱼来自印度尼西亚 被用来做成超市里卖的寿司 患者绝大部分是在吃了超市生鱼片寿司后被感染 加工这批金枪鱼的印尼公司已经召汇问题产品 据了解 全美每年有120万人感染沙门市军 450人死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2CND的短消息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4号消息 河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今年62岁的周本顺为湖南续谱人 长春地质学院毕业 197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5年12月开始在湖南工作 先后担任湖南省地质矿产厅政治部秘书 湖南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 湖南省绍阳市委书记 湖南省公安厅厅长 党委书记 2003年调入北京 任中央政法委 副秘书长及秘书长等职务 2013年3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随后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是中共15大代表 第10届 第11届全国人大代表 以及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 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在财经方面 企业财报欠加及商品期货价格疲软影响 美国股市周五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收跌 周五美国股市收跌 大盘连续四个交易日下挫 全州道指下跌2.9% 标普500指数下跌2.2% 纳指下跌2.3% 企业财报显示全球经济增长缓慢 股市承受下行压力 7月份前瞻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自前一个月的低点反弹 小幅攀升到53.8% 但经济学家解读前瞻指数显示 制造业仍然处于增长相对缓慢的阶段 美国六月份新屋销售环比下降6.8% 年化总数为48万2000套 创七个月以来新低 原低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期 企业财报显示 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缓 对大宗期货商品需求减弱 低油价效应又未如预期发挥积极影响 市场必须对这些预期做出调整 不过专家认为 由于此前市场担忧如希腊债务问题 和伊朗核问题都出现进展 长期市场前景依然乐观 受原油供应过剩及发展中国家需求疲软影响 周五纽约油价收跌 全周油价跌幅超过5% 纽约黄金周五收盘价格也创下2010年2月以来的新低 全世界最大在线零售商亚马逊财报好于预期 股价大幅上涨 也使其公司市值一度超过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 但销售额仍然落后 这两家公司的竞争也象征着 美国在线零售与传统零售商之间的竞争 凤凰卫视张世新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美国残疾磊球队第一周年慈善晚宴 于17日在世界最大的排桌赌场 康莫尔茨度假娱乐酒店举行 拥有28年历史的美国腾荣观光实业 大力支持并赞助这次活动 他们希望能抛砖引玉带动华人发挥爱心 多多关注残疾慈善事业 希望亚裔群体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尊重士兵和退伍军人 来鼓励其他失去肢体后生活受到限制的节制者们 与余嘉盈表示 是棒球项目激励和教育观看比赛的所有人 包括其他截止者和需要克服挑战的所有人 据悉残疾棒球队是由一群年轻富有竞争力 退伍军人和各种截止的现役士兵组成 在当晚贵宾红地毯上 棒球队队员众多影视明星和大家见面并合影留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play by play组织本周六将在洛杉矶市中心 California Market Center举行售票公益晚会 届时所有收获得的善款将全部捐赠给亚太家庭中心 成立已有15年历史的PBP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 每年都会跟不同的亚太裔组织合作举办各种公益活动 号召志工帮助募款 援助亚太裔弱势群体顺利成长 今年合作的对象是亚太家庭中心 其使命为帮助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的亚裔女性与其家庭成员 免费提供咨询 辅导 庇护等服务 我们赚给他们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钱 可以帮助最多人 PBP组织每年举办的公益活动 都得到了很多厂商的肯定和大力支持 据悉 本次售票公益晚会上 参加者可以品尝到南加州最著名餐饮业的美酒佳肴 尤其是这次活动的主要赞助商 四季酒业公司将提供中国贵州茅台酒 所调制的茅台珍珠奶茶和茅台鸡尾酒 让中外嘉宾充分体验中国酒文化的魅力 凤凰卫视王富明 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公商消息方面 南加州华人医师林电凯首创应用激光手术 治愈老花眼以获成功 新银的科学技术为老花眼患者带来了福音 林电凯医师于1999年在南加州 创办了IQ眼科雷射中心 多年来林医师运用最先进的设备 成功地为超过4万多个远近视力患者 进行镭射视力矫正手术 但由于年龄增长引起了眼睛视力老花问题 却一直困扰着人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新型眼科医疗制裁诞生 近期林电凯医师又首创在南加州 运用美国FDA审批通过的 3D Camera激光手术 成功地治愈了人们的老花眼 我们这个新的技术叫Camera Inlay 是一个黑黑的小圈 放在角膜上面 这里会让灯进来的灯都是很准确 这个会让你看 让我们的病人看远 中心里跟近的都是很清楚 林医师还指出 世界上有近十多亿人口都患有老花眼 尤其人过40岁后 眼睛或多或少都会产生老花现象 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 是否适合进行激光手术 治愈老花眼 还要看具体的症状而定 民众如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与他们联络咨询 凤凰卫视王富明 六升级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触与点栏目 弃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